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可能不够 第二个当然是中国大陆的崛起 我们很多产品被它缺带之 第三个有很多的厂商内移到中国大陆去 所以由这个观点来看 台湾要重新能够在精密机械产品在全球占一席之地的话 很可能政府要有更好的政策 更积极的政策加以推动 然后不只是吸引投资者 更重要的要培养制造一个环境 当年为什么大家会集中在台中 台中搞机械是好秀 它都不谈说精密度到千分之几的millimeter 它就几条几条几条都这样讲 因为大家都是通用语 台语的通用语 可是现在你要到国际上要接轨 你要把图要拿给人家看 你不能用几条来讲 所以代表说我们现在已经面临到一个世界的挑战 那我建议除了技术 我们也许还要跟德国先进国家引进之外 更重要就是人才 台湾的人才在过去十几年来 我们对机械产业的人才 当然我们有机械系 机械所 可是你比如说你到台大机械所 他们比较注重的除了热船一般传统机械衣之外 他们竟然走向奈米机械 走向非常高尖端的机械 可是那个都还没有产业化 它没有办法转变为cash 没有办法转变钱 所以我们在这方面 就是变成产跟学 中间有一个很大的差距 如何来弥补这个差距 使着人才缺口能够快速地弥补上去 我觉得对我们现行的教育的课程的内容 我们教育的方式 以及对国际的接轨 甚至我们不要自我设限 就欢迎优秀的人才到台湾来工作 包括陆生 因为他们可能是占了我们台湾人的工作就业机会一个 可是他创造了经济的力量 甚至可以养活两个三个四个台湾人 那为什么我们要看得那么小呢 人才地图 我觉得就是非常创新的一个构思构想 我们在产业界都有产品发展地图 就是我这一代 下代我要做什么改进 在几年后我可能有什么新产品出现 这大家都知道 可是人才地图 在一般来讲我们听得比较少 但是对台湾来讲 这是其实一个很重要的key issue 很重要的议题 因为我们现在在高阶的专门的人才 我们缺少 那在一般生产的 这个比如制程工程师 够水准的可以带领一个生产小组的 我们其实也不多 因为大部分人都跑到中国大陆去了 而我们这边却没有把中国大陆 有些人才拉过来 所以建构一个人才地图 正如这个职讯局他们讲的 说是需要动态的 就是说随时能够调整 你的所需求的内容 人才的列别 那我简单地把它分成四个不同的层次 高阶的管理的领导干部人才 第二个就是专家 尤其精密机械领域 精密机械我现在就包括 维基电也算精密机械涵盖之中 另外像未来的生医 医疗用的器具 也是跟精密机械有关 而且这些都是附加价值很高的 台湾政府要做产业转型 其实应该把这些定义清楚 可是我们到现在 只说转型不知道转到哪里去 第三种人才就是制程工程师 这种人才 那这些制程工程师一般就是硕士 或者是学士 那我刚刚讲的更高阶的 就是这个专家 也许有博士学位 甚至将来经理跟领导人才 那要在工厂里面工作 比如五年十年以上的经验的人 他能当这个头头 甚至变成世界上知名的人才 所以我们分成这四个层次 然后横轴是时间 在不同的时间配合产业的需求 我们需要这种 第一个level的人才 需要比如20个 制程工程师这种人才 需要500个 那么政府的教育政策 就要配合做修正 包括课程做修正 也包括你政府的对人才的 延览的政策 也说做修正 因为政府的目的 不可能说指定说 A军你就到这个B厂去工作 他还不听你的 可是政府可以培养 在法令制度方面 培养塑造一个环境 把这个人才吸引过来 在这个环境之中工作 这是政府应该做的事情 所以这个人才地图 我觉得当每个公司 它有它自己发展的方向 也许它有它自己的人才的 规划发展方向 但是对一个国家来讲 其实政府应该出资出钱 应该是一个常设的机构 对所需的人才 随时在比如定时间做检讨 包括课程 教育的方式 培养人才多少 细所的设置等等 然后比如三个月 因为这是要非常快速地做调整 然后这个结果要公布全产业界 是一个很透明化的 让大家知道 哪儿有什么人 那我可以 比如A公司要用十万来评他 B公司说我愿意出二十万 这不就把我们整个劳工的这些薪水 也提升了吗 你不能鼓励说资本家说加薪百分之三 这个办不到 那人才就是指这个钱 因为人才才是整个的这个发展的原动力 没有人其他都是假的 所以人才地图我觉得是构想很好 而且确实可行 但是应该政府在政策跟各方面 甚至政府自己本身 就应该做这件事情 全是消完整的 所有人都不会赢得